可以到CHATGPT,CHATCHATGPT CHATGPT 到這個網站 黑色圈圈的這個 OpenAI的CHATGPT 然後呢,請你登入你的Google帳號 現在開始 如果你沒有登錄的,請你 沒有登錄也可以用,但是很快扣達就會用 用掉 就會不給你用 那所以請你登錄你的帳號 登錄你的帳號 那或者我個人之前都是比較習慣使用Copilot 那如果你是用Copilot呢 建議你要用那個 Edge瀏覽器 自家的瀏覽器配自家的AI工具 會比較方便 或者呢你的電腦的右邊 下面 會有一個Copilot的這個按鈕 你也可以點這裡 你也可以點這裡 出現一個側邊欄 在這裡也可以用Copilot 就看你要用瀏覽器的 還是用側邊欄的 都可以 那目前 這兩個的能力在伯仲之間 那我自己用比較習慣是Copilot 但是因為Copilot他 他目前沒有那個自己製作自己的GPT 沒有矯正卡的功能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就會來用Copilot 那以前缺的GPT免費用戶 他的扣打比較少 就是為什麼我之前一直用Copilot 扣開的程度比較高 那後來呢 那個GPT4O 就是比較新的版本出現之後 他的能力變強了之外 他的扣打 免費的扣打也變多了 免費扣打變多了 所以我就會 也常常來這邊用一下 所以不管用哪一邊都OK 但是如果你要用那個 畫圖的部分 畫圖的部分 目前還是Copilot比較強一點 Copilot比較強一點 所以如果你要畫圖 還是盡量用Copilot這邊去處理 那這個是對話式的 對話式的就是 他是一個專業的AI助理 專業的GPT 所以你有任何的疑難雜症 可以在這邊問他 但是我們前面有提過 數學不要問 數學他們還沒有辦法 訓練出一個 比較完善的數學 專門針對數學的大模型 所以數學很容易出現錯誤的選項 如果不相信 你可以問他 好 隨便問一個問題數學 有一口古井井高20公尺 有一隻蝸牛 每白天往上爬7公尺 晚上會掉下來2公尺 請問第幾天可以爬到洞口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我問過幾乎大部分的大模型 全部都錯 然後有時候你看他的算法 會覺得蠻怪的 這一個看看有沒有變聰明 每天上升靜值是5公尺 然後直到距離 變聰明了 之前不是這樣算 之前都是直接那個20除以5 或者是有一些很奇怪的算法 所以這個有被訓練過知道 我上次有糾正過他一次 所以他就變聰明了 你們可以問問別人 我同樣拿來問Copilot 在上個月應該是上個月 上個月我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全部的GPB都打錯 一直到我問到那個 我在Hutting券上面問LAMA3的70B的大模型 只有他對 其他的都錯 但是經過一個月之後 他好像變聰明了 還要驗證我們是不是 這個問題很經典的問題 就是第四天他爬上去的時候 不用掉下來 所以我應該是 我應該是用21公尺才對 這個太容易了 我改一下21公尺 這樣才會有那個第四 最後一天要不要掉下來的問題 你看 開始有奇怪的算法出現 你看這邊就很詭異對不對 好 所以你用類似那種 數學問題去問他 那你就會發現大模型不能問數學問題 因為他是 他是用機率的出現 機率的出現來告訴你答案 而不是用正確的答案這一件事 所以你要必須要知道大模型的本質是什麼 那你將來在問問題的時候 你就可以確定說他答案到底是 比較容易相信或是不能相信 好 那一般 一般我們 一般我們在 使用GVD的時候 換一個新主題 他的使用的一般的用法就是 你如果 同一個 就是同一個問題底下 你要繼續追問的話 就是在這個序列裡面 下面一直問 那如果說 你是一個新的問題 就是跟這個八輩子不相關的 你就要另外開一個新的主題 不然他會用之前的 問的內容的想法再去加在裡面一起問 所以我們每次要問一個新類型的問題 我們就會開一個新的主題 然後從這裡開始問 那一般的用法就是 其實我去教那個初學的 初學的使用者 就是不用特別教 直接跟他聊天就好 直接問 但是比較進階的用法呢 我們就會比較在意說 我在問問題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指定他資料來源的範圍內 他就會天馬行空的亂講 那因為他的資料庫太廣大了 所以也許你問他 你想要獲得的是哲學的想法 但他可能告訴你是科學的想法 是因為他的資料母數太大 那所以我們在問問題的時候 比較進階的用法就是 我要指定他哪一個面向 就是指定資料的來源 所以我通常會這樣問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了解說 我想要問他那個 海賊王動漫相關的問題 那我就會先問他說 你知不知道海賊王動漫這個東西 那他如果回答是那個海賊王動漫的東西 那就表示他知道是這個東西 那接下來我就能夠確定說 等一下我要問的東西 他會從裡面出來 不會跑到其他的地方去 所以我通常是這樣問 你知道海賊王動漫嗎 所以我會先確定他知道我要問的面向 所以他說他知道海賊王one piece這個東西 那證明說等一下我要問的東西 他是可以從裡面去抓出來的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部分呢 你沒有先確定他的資料來源的部分 他有可能是到處亂抓的 所以他知道 那知道之後呢 我通常就會接下來 我就會問他 我就會牽入我的主題 海賊王動漫裡面的內容 可以運用在班級經營上嗎 這個才是你真正想問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他就會找出來 在班級經營上面可以用的 的點 比如說團隊合作 他們是一個team 然後他們會有 每次都會有一個目標 然後呢 他們的毅力跟勇氣 會為了達到目標 從不放棄 然後 他們有多樣性 每一個團員都有各式各樣的 不同的背景 種族跟能力 所以他們會彼此尊重跟包容 你看 所以乍看之下 欸 海賊王是一個 如果對比較傳統的老師來講 海賊王 那個看起來血腥暴力啊 然後又那個肢體 就繪畫的那個風格 又有一點不是那麼OK 所以對那個老老師來講 他會覺得這是不入流的漫畫對不對 哪知道海賊王的精神 他的核心 其實是蠻適合用在班級經營上面 你看這邊就可以找到這些核心 那所以你就會發現 因為有時候那個趨勢來了 是我們沒有辦法阻擋的 小朋友回去你就是管不著 他就是喜歡看這一類的東西 那與其你禁止他看又禁止不了 那你為什麼不把它拿來用在教學上呢 那因為小朋友喜歡這些角色 喜歡這個故事 那所以如果你把它拿來運用在教學上的時候 你的效果就會非常的巨大 所以我們就知道他可以這樣用對不對 接下來呢 那我知道他可以這些東西可以用呢 那我到底要怎麼去用 我接下來問他 就會問更具體的方式 比如說 那如何可以把這些 具體的內容放在我的班級經營上 請你給我十個案例 剛剛前面是講理念講核心對不對 然後呢後來呢我們就會問他說 我可能沒有那麼多想像 不知道怎麼放對不對 但是呢我就請他給我幾個案例 然後他就會把它放在你的班級經營上 到底要怎麼運用 他給你適合的運用方法 給你案例可以給你看 所以比如說 如果是團隊合作的部分 我可以組織一次那個合作的項目 比如說要做班級演出 那每個學員負責不同的部分 就必須合作才能完成整體作品 所以你要用一職分組對不對 讓每個人發揮他的專長 然後還可以同時協助他的隊友 就可以達到共同的目標 對不對 那所以你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很有目標的知道說 我其實不是只有為了要班級演出喔 我在背後的核心裡面 我是要教孩子怎麼樣團隊合作 所以當你做完那個班級演出的時候 你最後的課程你要來一個反省反思 然後告訴他說 他們說 你們剛剛很完美的做了這個班級的演出 還記得嗎 我們在剛開始團隊在成立的時候 我們為了做這個活動 每個人負責了不同的部分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是不是有每個人的專長 那個A他很會畫畫 所以主要的那個會畫海報的部分 是由他來負責 那B很會跳舞 所以我們請他安排了這一次的舞蹈編排 所以每個人有不同的專長 我們是不是要尊重每個人不同的專長 然後給予各式各樣的合作跟包容 跟包容的機會 所以當大家每一個人都發揮他的專長的時候 我們這個團隊才能夠完美的 做好這一次的班級演出對不對 當你在課程的後面你有做這樣的總結 讓孩子去學到那個真正的核心的內容的時候 他就不會只是做了班級演出 而是真正學到了團隊合作 所以你在下一次的團隊合作的時候 他們就了解這個部分 然後就會去擴及到生活上面 那這個才會是真正的 課綱所需要的素養 所以課綱為什麼推素養 但是推了那麼久很多人不理解 還是在教知識 這就是問題所在 所以很多人在罵克剛 那事實上是什麼 事實上是他不會用 他不了解那個素養要怎麼培養 所以你看喔 就可以利用Channel GPD幫你做這麼多這樣的案例對不對 好那我再另外再問他一個更具體的 那我可不可以 將這個設計在班級的公約裡面 請你給我一些建議 你看 所以他是可以具體的喔 具體化的東西 所以以前我們在學 你在學任何的理論有沒有 我們在不管在師資培養的階段 或什麼在外面上課 一定聽了很多的心理學理論 但是呢 我相信你百分之九十沒有用過拿來在教群上 沒有用過在班級經營上 但是今天有了AI的工具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我真的可以學有所用 我可以直接把它用在班級上 好 所以你看他就在 在這個班級的公約裡面 就可以給你這麼多示範的案例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具體的 列在你的班級公約 然後跟小朋友去共同遵守跟行動 好 所以這個是比較進階的用法 所謂比較進階的用法 就是你必須要有上層的思考 那這個的思考是什麼 為什麼我會這樣問 為什麼我會這樣問 你看我第一個問題 我先確認他知道這件事 所以我先確認他知不知道這件事 知道還是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他後面就是白問 會亂講不通 所以我先確定他知道 確定知道之後呢 然後我問他說 平常我問他說 那我能不能用在我的教學或班級經營上 所以我第二個問題問他的是 跟我的關係 跟我的關係 因為當你知道那一件事之後 如果你這個東西沒有跟你有關係 那你問他幹嘛 你是多了知道了一件沒有用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知道那一件東西是 跟我有關係 我可以拿來用的 那這個知識是不是對你產生的意義 對你產生的價值 那如果這個東西對你產生的意義 對你產生的價值 你才會有需求 才會產生你的動機 你才會想要去用 想要去了解 所以這個就是思考的部分 所以你不但要知道 你還要思考這個東西跟我的關係 然後我可以用在哪裡 那當你知道了之後呢 我再問他說 有沒有具體的行動方案 要落地 當我剛剛只是知道說我可以用 我可以用在哪些方面 但是那個東西都還在你的腦袋裡面 你只是從知道然後變成智慧 我知道可以怎麼做 那已經變成智慧了 那當你變成智慧之後 如果你不把它做出來 沒有付出行動 那你就只是頂多就是一個智慧擾然而已 你沒有行動啊 所以沒有改變任何事情啊 那沒有改變任何事情的話 就不會有成功的那一天 所以當我們把它具體化的行動的 具體方案列出來之後 我才能夠真正的去執行 所以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這個其實是在講一個叫做 知識行的一個歷程 那這個歷程呢 那這個歷程呢 其實就是 稍微跳一下步驟 我們可以講到這邊 這個歷程呢 其實是我今天的一個善未思考 就是今天使用工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我們今天的目標主要是幫助學生學習 對不對 那當然包括幫助自己學習 那所以你在使用任何工具的時候 都有一個重點 那個重點就是你使用這些工具的善未思考是什麼 那今天要跟各位講的善未思考是這一個 這個是黃耀明的知行合一 那所以剛剛呢 我們一開始我們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去做諸多的學習跟探索 各方面的學習 假設我想知道一些怎麼樣學習更精進 那我要不要去了解一些教材教法 要不要去了解一些 如何讓自己教學提升的方法 所以我要各方面去探索 以前用Google搜尋 或者參加研修 或者影片搜尋去直接上網學習 那現在有多的GPT可以問 那所以你可以先用各式各種方法 甚至你直接找一個有經驗的老師去問 去學習 那當你充分的了解 這個充分的了解有兩個角度 第一個廣度 第一個廣度 所以你要多元的去知道說 這個知識它背後的延伸 有可能會有哪些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選項 先廣度先知道一下 你知道你的整片森林有什麼 你才能夠很容易的去選對我要什麼 對不對 所以第二個是深度 深度 你就會針對你要的那個點 去深入的研究去發揮 所以這個是你要知道的內容 所以一旦知道了之後 你就要去想說 按這個東西跟我有什麼樣的關係 那個孔子說 那個孔子說 說什麼去的 失而不學則往 學而不失則待 對不對 所以你學到了東西之後 你如果不思考 那你學到那個東西是 廢物 是廢物 我就是現在各位的教學 你自己反省一下 就是我們都是考試制度下的場務 你覺得台灣的教育有點可悲 大家都是教的都是為了讓他考試考好一點而已 沒有真正的建術 那所以其實素養導向的教學 是應該是 我們交纳會的這個東西之後 他要真正去思考 這個東西跟我有什麼關係 如果他找到了跟我 跟他自己的關係 他才會有那個動機 所以你在學歷史的時候 老師都會跟你講那個朝代的故事對不對 講完了之後 你就記得那些朝代的故事跟重點 然後你考試就OK了 這個是只有在知的層次 你只能應付考試 考完就忘記了 就算你一輩子記得那又如何 但是如果你要進到詩的層次 你就去想說 那這個故事跟我有什麼關係 比如說那個 現在很多錄劇 看完你知道說 什麼書齊什麼合眾連橫政策啊 以前故事上看完了 就覺得好看 就這樣而已 然後如果考試的時候 可能可以寫出一些東西 但是對你的人生有什麼意義 你到了職場之後 你如果沒有好好的運用 你還是職場會百般的不順暢對不對 所以當你如果知道說這個東西 原來學歷史是 事實上是在學那個 你未來的處世之道 那你可能就會說 原來那個現在可能是敵人 但是未來有可能在事業上面要合作 所以敵人有可能會變朋友 所以你就不會太去執著說 這個人你現在很討厭他 然後就一直討厭 你就不會執著這一件事 為什麼 因為可能未來他某一項業務 是可以當到你的 所以你就會放下你心中的那一塊偏見 或者大思考 所以我們從你學到的東西 事實上是要去思考說 這個東西未來是可以怎麼用 當你想通這一件事情的時候 或者你教學生想通這一件事 原來他是在生活上可以怎麼用的時候 他就變成跟我有關係了喔 那跟我有關係了之後 我才會有需求想去學他 所以剛剛我們講一個書籠 怎麼用怎麼產生歌詞 怎麼生一首歌 怎麼如果對完全沒有想法的人 他不就是產生歌嗎 那我如果以後不走音樂這條路 那與我何干 對不對 就不會影響他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老師 我可不可以拿他來設計班歌 設計校歌 甚至學生要背的東西 我要推的東西 我就做成一首歌 朗朗上口 大家不知不覺之中 就會了 那個自入學習於五行 這才是最高級的技巧 最高級的洗腦技巧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必須說 要去知道說我可以用在哪裡 哪個面向我可以用 那至於哪個面向我可以用的這個技巧 請各位多多運用心智童 我們在另外一堂課會講到 講到這個部分 那一旦你知道說跟你有關係 哪個面向有關係 你可以怎麼用的時候 接下來你要制定具體方案 因為所有東西在你腦袋裡面 你不行動 那就是個P 就等於沒有用 你在浪費你的生命 浪費你的時間而已 只有行動才會改變 只有行動才會改變 所以我們就要規劃出具體的方案 去一邊行動 然後一邊減合 因為有時候行動的時候 可能不太順暢 或者可能對象不太 在這個使用上不太不太方便 或者哪裡有卡卡的 那你就會知道一些 原來這個東西門檻 可能對中年級有點高 那所以我是不是要 哪裡要做一些改變 再重新去思考 重新規劃出新的行動方案 然後再去執行看看 如果有其他的問題 我發現這實在太好用了 那我可以擴展 可以用在 甚至連那個老師也可以洗腦 老師要多了知道一些事情 然後又多了一些新的想法 然後又多了一些新的規劃行動 再去實施 然後你就會發現 當你一直在重複 這樣的一個知識型的循環的時候 你會變成一個很厲害的老師 所以我用這個很多年了 我用這個很多年了 所以其實我自己會有一點點感覺 感覺有點像那個先知 先知的感覺 真的不誇張 那個當初我記得那個聯發科 聯發科很多年前 他我就已經知道他的技術已經 Intel無法超越了 他就已經是獨門的生意了 所以其實我記得沒錯的話 我兩年多三年以前 我就已經在網路上跟大家說 聯發科的股票 可以買趕快買 各位如果印象還有印象的話 兩三年前我就會預告這件事 而且兩三年之內 Intel無法超越 所以你是穩賺不賠的 但是我自己沒有買 因為我就是 我們家從來沒有人 從事投資這方面的 所以我們沒有買任何的股票這樣 但是我知道這一件事 我對這個領域有敏感度 所以當你知道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他會跟什麼有關係 會導致後面的蝴蝶效應 然後如果你有行動你就會成功 我就是沒有行動 如果那時候我有行動 你看現在都漲到超過一千 一千點了 我就會在這裡跟你哈拉了 老子就躺著也有錢賺對不對 所以就是沒有行動 所以現在還繞在這裡跟你賺終點 所以你看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當我像我們教育處有很多的設備 有那個熱轉印啊 UV轉印機啊 所以當社會上有一些異體產生的時候 比如說零世間的論文抄襲案 那我那時候其實就做了很多 很多的那個T恤跟熱轉印的提搭 那我在上課的時候 在講這個課的時候 我有做那個就是獎品去送給大家 非常的搶手 因為我其實我自己也知道 台灣人很喜歡那個熱門的議題 很喜歡排隊這一件事 所以一旦社會上有熱門的議題 我只要做出一些相對應的商品 其實是很容易賺到錢的 非常的容易 只是卡在我現在的身份 是老師 我們今天才會有些敏感 尤其是有一點地位的老師 你的一舉一動人將都在光柱 所以不凡有一些人會找你的麻煩 所以我就盡量少做這種事 但是我跟各位預告 我退休之後這些事我都會幹 賺錢真的是很容易 當你有這樣的一個訓練之後 所以不管是你用ChatGPT 還是用其他的這個工具 你都必須要有一些尚未思考 而不是純工具的學習 所以如果你是學自然科學的 那自然科學有沒有他的尚未思考 比如說你當你發現一件事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先假設 然後設計實驗 然後再做驗證這件事對不對 他有一定的流程 那這個就是你自然科領域的尚未思考 那所以如果你拿來問ChatGPT的時候 你就會用這樣的方式去問他 他就可以很符合你自然科使用的情境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英語科的老師 那你英語科的老師 有沒有一些英語科的學習的方式 或者你們對練 聽說讀寫是怎麼對練的一個方式 那你就會在ChatGPT裡面去發展這樣的一個方式來使用 這個就是各領域的尚未思考 所以會蠻建議各位 就是現在工具這麼厲害的情況下 會建議各位去想一想 你那個領域的尚未思考是什麼 然後用它來試試看 就可以很容易的落地 所以以前你在資資培育的階段 或者你現在還有興趣讀一些心理學 不管是教育心理學還是社會心理學 你把它重新拿回來解釋一下 你就會發現這些東西很容易 可以放在你的教學裡面 而且可以發揮的淋漓盡致 好那我想早上的部分我們就先上到這邊 那各位就先用餐 那我們下午一點再繼續 感謝大家 好下午一點 好